今年一时,有好奇网友发来这段视频,只见有人拿着一根主管插进水桶里上下晃动,很快就从顶端喷出水来,并宣称这是古人浇菜原子的方法。 仔细观察发现,此人用大拇指将主管顶端堵住,就可使管内压力增大,将水不断滋出来。 既然这是古人智慧,那古人又是怎样发现上下晃动主管就可喷水呢? 话说古时候,有位农夫,他提了一桶水,准备浇菜原子,无意中发现一节主管,便拿起来插进桶里。 此时,农夫感到管中有空气从大拇指缝隙挤压出来,于是他上提时读进管口,使管中空间扩大,负压不断增强,将桶里的水抽进管中, 然后又以超过一个g的加速度下落,使枪内残留空气受到压缩,并稍微松开拇指将空气排出,触底后再次快速提起, 又使空腔容积扩大,负压增强,将水位进一步吸高,然后又快速下落并放松拇指排气,这么反复几次,水就越抽越高,接近顶端。 于是,在某次下落时,管中空气被完全挤压排空,变成了大拇指直接向下压水,导致下落中的水柱压力提高,从大拇指的缝隙向外喷出,这样农夫每次向上提拉,都会在管子顶端制造真空吸起水柱,而每次下压都会使水柱压力增大。 大拇指则充当了指出不进的单向卸压法,水压增大时就会从管口的拇指缝隙排出,这时农夫环顾路人,约,纵老夫拼命洒水,诸位皆只看乐字却不点关注,以致涨粉寥寥无几,而等岂能安时呼?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五指提拉时压紧管口,下压时松弛,是膝膏水柱,并增大喷射压力的关键动作。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那辆天翼冷冻镜就像拖拉机的汽车,它安装了一台谁修谁发家的EA3个8发动机。 根据我多年来观看修车的经验,这种发动机大大异响的原因,很多都出自突伦轴和气门杆之间的这个液压挺柱,或者叫做顶杯。 而这个东西正是借鉴了古人晃动主管喷水的原理。 观察此物,发现是由三个零件组成,一个是圆柱状的外壳,一个是带有孔洞的中心枪式,以及套在外圈用来推动气门的滑套。 这个滑套里有根弹簧顶起中心枪式,并推动外壳压紧突伦,并且中心枪式里还用弹簧顶住铁珠子堵住洞口,充当止进不出的单向拔。 一旦发动机启动,突伦轴被皮带或链条带动转起来,就会向下挤压这个停杆脉壳,并推动中心枪式顺着滑套下行。 这就像农夫拿着细管快速向下晃动,使中心枪式里残留的机油压力增大,但被铁珠子堵住洞口无法排出,只能像主管喷水一样从滑套的缝隙里挤压出去。 于是在压缩时,中心空腔内油压升高,从滑套缝隙泄压排油,并保持一定压力推动滑套和气门下行。 到达下支点后,气门被弹簧推回腹位,同时滑套里的弹簧也推动中心的枪式上升腹位。 由于枪式空间扩大,里面腹压增强,既有又顺着外壳的孔洞和铁珠子单向拔进入,使其中油液得以补充。 这就是农夫提起吸管,靠负压吸水的动作,于是秃轮每次挤压,都能使中心枪式一边压缩排油,一边保持工作压力,推动滑套下行。 而每次上行,中心枪式都会因容积扩大而细油补充。 之所以如此设计其实实属无奈,因为铁座的气门感受热可膨胀深长,如直接接触秃轮,则复位后气门会因膨胀量而封闭不严。 一般来说,进气门由于有进气流冷却,情况稍好一些,热膨胀的伸长量按土质单位约25到34,而排气门温度很高,可伸长35到44,加上排气门打开时,活塞正在上行,如果膨胀大发了,二者就会叮当地撞击。 就像修理厂老板在谈官相庆,因此需要让停杆内的中心枪式在滑套内移动压缩以自动抵消气门的膨胀量,这样就无需在秃轮和气门之间预先流出膨胀间隙。 从分析可以看出,气门液压停杆的工作原理其实和古人用主管浇菜原字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主管滋水性能可靠,不出毛病。 而液压停杆则经常出现泄压、卡制、异响等问题,以至于到了冬天,就如同开上了搭搭作响的拖拉机,因此就可靠性而言,古人智慧骑马要甩现代人十条街。